这一次又是接谁的光 接下来登场的这一位呢 我们也不要浪费太多的时间了 他只对我们两个人提出了一个问题 就是要让大家对出 喊一个暗号 对 大家一起喊出这个暗号 我们说上半句 你们说出下半句的话 他就登台了 对 来 先早时 一 二 三 天王盖地虎 天王盖地虎 欢迎我们的冯帝梦 有请 再来一次吧 热情一点 好 同样也是 今年是2017年的 都有一家电话 来到这里 先安静安静安静 太热情了 先听一下题目 跟大家打个招呼嘛 哈喽大家好 久等了 不好意思 因为就是 那个参加婚礼 然后到现在才赶过来 然后你们等了一天 然后谢谢你们 谢谢 好 他们一直会坚持的等下去 然后你们刚刚有话要讲 来 三二一 什么 啊 这是我直播间的口号 是越来越久 谢谢 谢谢你们 好 那今天一样带来了蛮多首好听的歌曲的 对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慢慢地把这个舞台交给提莫了 提莫了 当然 最后她还非常用心地给大家准备了一份惊喜 我们先不讲 好吧 等会再告诉给各位 那下面呢我们就把时间交给你了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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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不告诉你 我等会 我今天呢准备了六首歌 我站前面来一点 然后呢 我不知道你们知不 你们平时喜欢我唱什么歌呀 哎呀 太多了 跟弹幕一样 这个我都 我都不知道要唱什么了 我想的是 第一首呢 一人一九醉就算了吧 我这一个人穿得恨天高 有点嗨不起来 我想一下 第一首呢 我本来是想唱 说散就散的 然后发现 第一首就唱这种关于散的歌 好像有点不太好 然后呢 我就第一首唱 你就不要想起我 田富珍的 然后呢 不是 不是不可能 你就不要想起我 这首歌呢 它其实意思是 女生嘛 就是喜欢说反话 然后就说 你就不要想起我 其实 它这个歌 代表的意思就是说 你们一定要想着我 好不好 好 那么我就 第一首歌就是 你就不要想起我 开始吧 你寂寞多久了还是美好 感觉全世界都在切切嘲笑 我能用多骄傲 我看一句好不好 一碰爆你我就被撩到 你总是有办法轻易做到 一个圆圆的微笑 一个圆圆的微笑 就像七双又波涛 又闻到眼泪沸腾的味道 明明你也很爱我 明明你也很爱我 没理由爱碰到结果 只要你敢不懦弱 凭什么我们要错过 也长梦太多 你就不要想起我 到时候你就知道有多痛 啊好紧张啊 我需要你们给我呼喊一下 谢谢 谢谢 那些快乐多难得美 你总是有办法轻易做到 轻易做到的 才刚成真的美梦 转眼就幻灭我的 祝福你真的可以睡得好 明明你也很爱我 没理由爱碰到结果 只要你敢不懦弱 凭什么我们要错过 夜长梦很多 宇宙不要想起我 到时候你就知道有多痛 你就不要 想我的 疯掉 明明你也很爱我 没理由爱不到结果 只要你敢不懦弱 凭什么我们要错过 一场梦很多 你就不要想起我 那时候你就只好有多痛 就不要想起我 谢谢 我彩排的时候也是这样 第一首歌难免有点紧张 所以我不知道现在弹幕是怎样 不知道翻没翻车啊 应该翻车了的话 大家帮我掩护一波 反正我也看不到 好听啊 谢谢 强行好听 没有 因为第一首有点紧张嘛 因为就是现在你们都是黑漆漆的 我也看不到 然后就看到好多我的那个仙女棒嘛 谢谢 谢谢